這二十年走來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改變 當然從自己的貪圖啊 或者是面對工作的狀態、心態 其實都是非常正面的印象 讓自己更活得自在 活得像一個人 對 而不是活得像是個星星 因為活得像是個星星很累 像是一個星星 是一個很棒的、遙不可及的夢想 可是我還是覺得像是個人類 是我目前為止覺得最棒的夢標 其實我從2015年的下半年開始 我就一直希望可以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時間 我也不會重心偏向哪一方 我覺得要有工作、要有生活 才可以讓我這個人感到富足 我知道 我們來打鈴視 我還是沒有快 我還是不想是我們 我們來安排